欢迎收看今天的产业经营报 我是唐吉安 马上带您看到今天的产业动态 凯金链开盘进阳8元 市值增加2074亿元 IC短缺稍结 今年手机伺服器出货 淡季孤单仅减3.8% 国发会看好虎年经济表现 出口挑战再冲高 民间消费成长超过5% 劳动基金绩效去年赚4,511亿 薪质劳工等同分红2.3万 来关清台股 台股今天迎来虎年首个交易日 由于过年期间 美股亚股普遍反弹 大盘今日开盘跳空上涨 电子金融传产类股奇洋 一度大涨近200点 达17869点 占回季线大关 不过电子股高档卖压沉重 涨幅收敛至百点内 展望台股后市 由于近来疫情持续升温 加上美国联准会升息 市场资金追加意愿有限 短期恐虚谨慎看待 提防指数回落风险 提供给您参考 接下来请看今天的财经100秒 严调公司Garner报告指出 2021年科技产品制造商的半导体 采购总金额为5834.77亿美元 约合新台币16兆元 较前一年增加25.1% 其中苹果以682.69亿美元的 采购金额位居榜首 比2020年成长26% 美系外资摩根士丹利 去年指出买进台积电 会变成死前 但年后释出文长64页的报告 转大翻多 预估台积电今年 每股税后盈余将达30元 目标价调高为780元 四大理由包括 台积电从苹果、英特尔 和索尼获得的外包机会 比其之前预期的要大 台积电2022、2023年 资本支出达高峰后 2024以后将会回馈巨大的现金流 到2024年 台积电资本支出负担 可能会显著降低 美国总统拜登宣布 将川普时期的太阳能设备关税 再延长四年 以保护国内产业内的劳工 但双面太阳能板进口将货免免税 且提高太阳能电池限额 红海集团布局电动车传新进展 泰国国家石油集团7号透露 与红海集团合资泰国电动车厂 最快2024年第一季量产 双方将在今年上半年 敲定最后投资细节 新唐人亚太电视整理报导 金元大厂环球金收购德国市创案 宣布破局 董事长徐秀兰公布新的扩产计划 预期至2024年总资本支出 将达1000亿台币 约36亿美金 外资最新报告指出 虽然下修环球金目标价 但平等仍维持买进或加码 等正向的态度 不过环球金7号股价 仍下挫超过7% 矽金元三雄全面倒地 台胜客遭打入跌停 台湾矽金元大厂环球金 进行长达14个月收购 德国晶片供应商试创一案 在大年初一宣布破局 环球金必须支付 市创5000万欧元的交易终止费 一日 德国经济部发言人表示 这起投资案的审查 还先涉到中共当局 审视反垄断配套措施 中方直到上周才完成作业 因此德方不可能敢在实现内 完成全部审查所需的一切程序 这个管辖单位在稍早 他就一直跟我们提到说 他必须要看到中国的审批结果出来 中国审批的提出来的条件 那这些条件对于就德国来看 他能不能接受 然后他才会开始来审批 环球金是全球第三大半导体系经原厂 市创排名第四 双方合并后 有望成为全球第二大 虽然并够破局 环球金仍卧有市创13.67%股权 为第二大股东 董事长徐秀兰宣布 启动扩厂计划 把收购金额转为营运使用 在亚洲欧洲和美国 总投资1000亿新台币 用于扩厂及建厂 新产能预计在2023下半年逐继增加 针对8000跟12寸的SOI 都有很长的需求 所以8000跟12寸的SOI都会再扩 很特殊用途的FZ 大尺寸的我们也产能是 全部是不够用的 怎么盖怎么弄 这风很多出来 但这一个厂我们到底要设在哪一个地点 哪一个国家哪一个地点 那这个我们还在看 展望半导体景气 徐秀兰仍看好需求强劲 里面还是很正面 那后面不确定的都在于说 能源成本上来 原物料上来 那这个跟通膨都有一定的关系 这与环球金没有成功收购试创 是否影响到集团收购计划 对此徐秀兰强调 每起并购案都是独立事件 如有何是标的 环球金未来还是会积极并购 新唐亚太电视 曾一豪李晶晶台湾台北报导 等您看到今天的国际重要财经报纸信息 彭博社欧洲央行利率决策委员诺特表示 预期最快将于十月升息 金融时报 演说财报不如预期引发股价崩跌 百分之二十五 每塔市值蒸发超过两千两百亿美元 华尔街日报 亚马逊财报强劲推升股价大涨 破美国上市公司单日市值涨幅记录 日本产经新闻 日本原油突破六万两千日元 对美景气预期与生产短缺感到担忧 台湾一位食品业者蔡彩新 拥有二十多年食品研发加工经验 希望让家中年迈双清 也能容易品尝觅食 于是投入粥品研发 获得经济部的青睐 进一步拓展国际市场 素粉的一种 蓝红 蓝红也就是透霸半 臭力剪法 蓝色上衣 一身战链 食品公司董事长蔡彩新 向农会学习道名知识 双方合作 为农产加值 更加获得农民 事实上 蔡采鑫拥有二十多年 制品研發加工經驗 專精烘焙領域 近幾年開始研發粥品 為的是家中年脈的雙青 八九十歲 他牙口不好 所以我們就把海鮮粥 用骨子雞打成 打成那種比較糊狀的東西 讓它容易漱口 結果我發現 我爸爸吃了兩碗 從臉上發出那種 受到尊重那個 口感跟味覺的感覺 我由衷的覺得 真的發自內心的開心 父親滿足的笑容 深深烙印在蔡采鑫的心底 他帶著對父母的愛 踏上研發粥品的新旅程 在台中出生長大的蔡采鑫 飲水思源 選用的食材 自然跟中部有關 跟新色融會的香菇 還有烏縫農會的香菇 蔡采鑫與在地共生共榮 她曾幫助弱勢婦女創業 也輔導送人創業 提出創業加盟輔導系統 受中小企業處肯定 這一次花費三年研發成功的 即時週獲選經濟部 城鄉特色產業發展計畫的 國際化廠商 我希望做成台灣的一個台灣之光的你 就是讓旅居各地的花橋 能夠對台灣這一系列 從小吃到大的這個注食 能夠更有這份情感 她很親力親為 她每次跟我們談的時候 其實不管大小原則上 筆記本 記者 都自己來 而且她整個對外 對整個往後事業的發展 其實她看得還蠻遠的 這個真的是很值得 欽佩的合作夥伴 親力親為的個性 讓蔡采鑫從食材 包裝及技術上 找到延長即時週的保存期限 讓各族群都能便利實用 從自己的良心做起 希望我可以一直這樣永遠的 努力下去 把台灣農民辛辛苦苦種的果實 不要浪費掉 能夠長期保存下來 蔡采鑫從台中出發 串聯全台優良農產 讓世界各地都能品嘗 台灣獨有的家鄉味 但您看到明天2月8號星期二 有哪些重要的財經活動 日本美國公布12月貿易收支 勞動部發布最新無性價統計 中今月發布1月製造業 採購經理人指數 瑞譽法人說明會 謝謝您收看今天的產業禁報 我是唐杰安 我們明天再見 他介紹介紹我 我們今天很頭顫的星期 我們會有消息 郭斯大利 我們會有消息 有空 我們會有消息 我是林農邦計 SNP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